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点生点 路比 别吵醒了老娘 还挺孝顺 只有你老娘才能美美的睡上一觉 路比 我命令你去杰比克家想办法给他们三个人制造点矛盾 你靠边站吧 图维哥 现在应该是我给你下命令的时候这是奎勒说的 我真不敢相信奎勒会这么愚蠢的让你指挥我 虽然他很坏 虽然是奎勒可他却不精灭 还记得过去吗 路比 我们密切合作 记得吗 我是脑袋 你是手和脚 不对 其实我一直是脑袋 你快把我气疯了 记住 图维哥 从现在起 是你来气我 行了 说这些都没有用 我还是图维哥 如果你不停地尖叫你会声名狼藉的 你在这叫什么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早上好 老娘 别问我走 你这没出息的东西 不做出件坏事来就别回来 快滚出去 现在就去吗 我还空着肚子呢 你们等着瞧吧 我要给杰米克他们制造点矛盾 让他们大打出手 也许如果我能把他一股弦连在一起 看看什么能使他们闹矛盾 谢谢你 太阳都这么高了 醒醒 伙伴们 起床了 真正美 我们能再睡五分钟吗 Teddy 不行 格鲁比 我们得早点出发去大沙漠 是的 快点吧 伙伴们 快点去试试那个新玩意儿 我都等不及等不及了 你指帐篷吗 杰米克 所以叫他什么 能把飞船的空气袋变成帐篷 我想 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发明 想法真不错 我想试一试你做的新腰带 用它装水晶石 那也得吃了早饭才能出发 来吧 今天轮到我俩做燕麦粥了 你自己去做吧 格鲁比 我还得去完成新发明的试验 可 杰米克 好了 格鲁比 我来帮你 你瞧Teddy 自从那块水晶说他有发明才能 他就只顾他的发明 干脆就什么活都不干了 我想他不是有意躲避劳动 格鲁比 我把这些东西拿到飞船上去 我就回来 格鲁比 好的Teddy 快过来 格鲁比 我让你看一件东西 如果你想让我看 那就拿过来 快过来 有了 格鲁比 杰米克 你们能出来帮个忙吗 快点 杰米克 你也得去帮忙 这是你的发明 我们就快出发了 好吧 格鲁比伯 来了 这一次他们一定会打起来 麦片粥里加一点铁一定很好吃 大功告成 我得赶快溜 我的自动适宜 怎么上面有燕麦粥 你做饭不能干净利落些吗 格鲁比 我 我总是替你收拾 尤其是在你成为发明天才之后 好了 你们俩别吵了 他先吵的 不 是你先 先吵的 现在都别吵了 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我才不像的 你很像 不想你俩别吵了 想想是谁干的吧 对 我想你说的对 对不起 格鲁比 我请你原谅 我想我是嫉妒你的那种丰富的想象力 别灰心 格鲁比 对 我们都有想象力 问题是能否发挥出来 我只能够吵了半个手 这东西可以让它们 在我的房子 就失败了 你的游戏 你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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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游戏 你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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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我给他们制造了矛盾 是Jemmy和格鲁比吵了起来 可是却被Teddy的小子给和解了 好了 再去试一试 记住 Tweger这名字能否远扬再次一举了 可不行啊 老娘 他们现在乘着飞船正飞往大沙漠 我没看到啊 你说的对 飞船已经起飞了 他们为什么要去大沙漠呢 搞不懂 我懂了 他们一定把宝石藏在大沙漠了 必须跟踪他们 你听见了吗 路比 快去准备车 不 你去备车 我得想想怎样才能偷到宝石呢 老娘 为什么不让我想办法呢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 现在赶快走吧 几乎看不见他们了 快点 Tweger 快点 真是耻辱啊 你看见了吗 Tweger在拉车 不会看错 不会看错吗 皮肤 加油 Tweger 去去拉 是啊 不劳不获 你也该锻炼锻炼了 对 别只做寄生虫 哈哈哈哈 你们笑吧 等我找到了那些宝石 我就有钱了 听见了 我有钱了 孩子们 我们开始盖房子吧 你是说我们该直帐篷了 这么说也行 不管怎么样 这艘飞船能变成一间房子 好好动手干吧 你指挥吧 Jimmy Jimmy 今天可真傲气 首先我们得降低 围杆 行吗 怎么样 低点 Teddy 如果你明白我的设计 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对不起 Jimmy 现在Gluby 你降低空气带 行了 降下来了 那样不行 把它放在这儿 嘿 你怎么不早说清楚呢 这还用解释吗 好了 把它再升高 升高点 这样还挺宽敞的 是的 不错 嘿嘿嘿 那块水晶石说我有创造能力 还真 说对了 那块水晶石还应该说你骄傲自当 什么 那块水晶石说我诚实 那我就坦率的告诉你 这个帐篷很好 可你还做什么了 一大堆的工具什么都不能做 对了 要不是Lutha告诉你怎么修 连飞船也飞不起来 那你发明什么了 Gluby Jimmy 朋友之间不该这样 以前我们是朋友 可现在也许就不是了 我们当然是朋友 可自从水晶石说你有发明能力 你就忙于发明东西而不友好的对待你的朋友了 你现在是站在他的一边了 我不站在任何一边 Gluby是非常诚实的 既然这样你就不必对他诚实了 Gluby 好吧 既然我们已经飞了这么远 我们就在这休息一夜 也许我们该弄些吃的 我们走吧 这有些可以吃的 这些果子好像能吃 我们还是回去吧 天快黑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Gluby 你还记得泥人关我们的那个山洞吗 记得 我看这个就很像 别担心 我仔细的研究过那些泥人 要想在这么远的地方碰到他们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是泥人 我说Gluby 里边没有人 有人 你看 脚印往那边去了 这好像是五个人的脚印 一定是又有人加入他们了 不 这些是六只毛毛虫的脚印 我告诉你TWICK 别浪费时间了 他们一定是进洞了 别傻站在那 我们快跟上他们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TWICK的胃又在叫了 不是 这是迷人 入侵者 抓住他们 抓住了几个入侵者 把那两个丑八怪带走 不不 是那两个 别抓我的脚 好 这次对了 把他们带走 喂 你 没人 坐到我边上来 什么 坐在泥里 你别痴心妄想的 快走 快点走 我走呢 我走呢 好像又有人被泥人抓住了 过来个LUBY 在那儿呢 是TWICK和LUBY 你们来这儿干嘛 都是你TEDDY 不是为了追你 我们也不可能套吃 我老娘也不会被泥人王拘留在他那儿 他们不该这样对待我 我要求见恶魔党的头领 老娘 你没事吧 胡说 我当然有事了 不然的话我就不会这样生气了 他们对你说了些什么 夫人 那个该死的泥人王让我嫁给他 让我做泥人的王后 他一见到你就迷上你了 我的美丽使他生活颠倒了 你能想象在这里我会怎样生活吗 你要嫁给他 当然不了 今晚你得化妆才行 这是为什么 在嫁给那个泥球之前要显得憔悴些 我得睡一会儿了 转过去孩子们 可老娘 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睡着呢 我要保持少女般的容颜 就得休息嘛 尽管那泥球追求我 要给我优厚的待遇 我不会干的 有时美丽也是活根 我懂 我懂 好 你人忙想娶老婆 你化妆干什么图那个 你们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 好了 瞧我的 卫兵 好 卫兵 你想干什么 快点带我去见你们大王 大王 这么多金光闪闪的宝石可我对你更感兴趣 他们可没有你这么美 我要告诉你 嫁给你我有一个条件 快说吧 我未来的王后 你把和我一起来的那两个人释放了 并且允许他们带走多多的宝石 那好吧 就作为我送你的结婚礼物 谢谢 我现在得回牢房 打扮打扮 准备婚礼 好 太好了 我睡醒了 我得先穿衣服 然后再考虑怎么逃出去 他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你们可以走了 该让我们走了 你跟我们走 这箱子里的宝石归你了 好 走吧 这是怎么回事 再见 老娘 我要送你一个结婚礼物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是你老娘 你怎么把我给卖了 围格 我的儿子 你终于做出一件卑鄙的事 我很高兴 喂 露比 这次可是我的功劳 我有钱了 我把小老太太给骗了 我又做了一件坏事 我真不敢相信你真的成功了 围格 帮我抬这箱子 好像打雷了 嘿 杰米克 好像你预测的暴风雨要来了 漏雨了 这雨越下越大了 我脚上都是泥了 有办法了 快点 伙伴们 把泥往身上抹 好吧 可妈妈一定不会同意的 太迪 你可真像个泥人 像个小泥人 我们就要逃出去了 葛鲁比 卫兵 开门 开门 卫兵 你们在这干什么 那三个囚犯哪去了 开门 快点开门 他们把我们关在这儿 快放我们出去 我们去追他们 最好快追 如果你们找不到我们可就麻烦了 快跑伙伴们 回到飞船上去 是什么 快追 他们在追我们 快跑 快 快 快跑 太阳 我太亮了 太阳哥 这时候出来了 我们是走运 你人们的眼睛见不得亮光 真幸运 是吧 你想的办法真不错 Teddy 的确不错 Teddy 你一定是利用了想象力 谢谢Jimmy 可 能回到我们这个舒适的新房子真是太好了 好 好 Globy 请原谅我 今天的粗暴 我很抱歉 由于我那把扳手 你没吃到燕外粥 我再也不会说你脏了 Jimmy 见过了那些泥人 我想你现在是世界上最干净的管家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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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dream with me tonight